弟子住的地方曾有虔诚的学佛人 甚至其他宗教领袖如牧师 残造狠死 为什么 不是说佛菩萨和上帝会保佑吗 由于这种世界呢 让很多信徒不能接受 也无法产生信心 这个是个人自己的业障 逆运 那么看到这种情形 这个很好的修佛的人 或者是其他宗教的这些信徒们 对虔诚的信徒 死还是狠死 这是他的业报 那么他修行 表面上是虔诚 真正的功夫 我们凡夫见不到 我们常常讲 他自私自利 有没有方向 明文立阳 有没有方向 贪嗔痴痴慢 有没有方向 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方向 他修行功夫就不得了 佛门里面 佛门弟子 修行得再好 那我们要问 他戒律有没有做到 威仪有没有做到 这个佛门最低的是沙弥律 在家学佛的时候 十三夜道 经夜三福 他也没做到 如果他没有做到 功夫也是不得力 那就是说 他的业报 他转不过来 这个要知道 我们看到之后就退心了 那是自己的业力 遇到这个逆远 这一生呢 跟佛缘接不上了 还要搞生死轮回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自己不但不退心的 自己会更加努力 知道这些人 学佛为什么会有这个报应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我们学佛要不认真的话 所以学佛 我们常常讲 要扎三个梗 那弟子柜做到没有 感应篇做到没有 十三夜做到没有 这三个梗要是砸下去 真正做到了 肯定转业报 俗在之处 祝福互念 善神拥护 怎么会有灾难发生 那这个地方念佛的人多 这个地方就不灶难 我们有一次 有一些同学们在一块聊天 谈到现在灾难多 浙江 有灾难 东天沃山 没灾难 那个地方经常有四五百人念佛 日夜不间断 山东 庆云周边 有灾难 他这个地方不在难 没灾难 海岛 海岛经山寺 念佛神音 日夜不断 那我们在安徽 安徽我们这个地区 周边又在难 汤匙镇 没在难 真的风调雨顺 那个地方 人人都行善 都把地资归落实了 这是事实 这个不是偶然的 所以看到这个就会退心的了 那是自己善根 浅薄 这个雨没有其他原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